女人正在院子里缝衣服 可旁边却突然窜出一头鬼子 你是谁 还不等女人反应过来 鬼子就恶狠狠地朝他扑去 在一番挣扎过后 秀灵惊慌失措地朝屋内跑去 但瘦弱的他还是被鬼子一把抓住 而得知消息的葛二旦本想从正门进去 胡料却发现门口有伪军看守 麦子见状赶忙将他拉开 随后二人顺着围墙翻进了院子 眼看鬼子马上就要得逞 麦子直接将其踹翻在地 而葛二旦则顺势用口头劈了下去 在解决完鬼子后 麦子赶忙将秀灵带进房间 可就在这时 外面的渣五却察觉到了不对劲 于是他立马冲进院子进行查看 只见鬼子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接着便将枪口对准了葛二旦 麦子 来不出来你兄弟就死了 可渣五话音刚落 就被麦子的遗迹非斧直接暴露 而这一幕也被爬出来的老丈人看在眼里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面 麦子当即就做出一个可怕的决定 只见他捡起地上的手枪 然后缓缓朝门口走去 本以为他会给鬼子捕上一枪 可没想到居然将枪口对准了老丈人 你干嘛你 徐龙那爹杀死了日本人 扎五通过欲禁了 紧接着麦子就开始伪造现场 但为了不露出破绽 麦子当即就将晕倒的秀灵喊了钱 并且将杀死他爹的凶手架货给扎五 你爹能扎五通过欲禁吗 你听我说千万不能告诉你 我跟葛二旦来过 你听清楚没有 不然我都活不成 从后门走进去 没一会的时间 伪军就赶到了案发现场 而下楼的秀灵也看见了死去的父亲 眼看时机成熟 麦子便立马跑进院子 然后将晕倒的秀灵抱上了 本以为事情会就此过去 可没想到被谈的鬼子居然还活着 还有事儿 快快快快 还有事儿 等麦子赶到楼下时 鬼子已经被伪军用担架给抬走了 麦子顿时欲赶大事不妙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几天就把他喊去问话 尽管麦子靠着解释糊弄了过去 但如果大骨一天不死 自己的脑袋就随时可能不跑 意识到这一点的麦子 当即就找葛二旦想办法解决这个事 可就当他表达自己的想法时 却遭到葛二旦的一顿臭骂 可我就屁服你了 你那一转眼就能想 这么个没丁眼的办法 你还钱就能做出来 我心里没鬼 对 你当然没鬼 因为你本谁就是 可闻听此言的麦子却满脸了东西 并且始终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对的 就在这时 老张吉匆匆的赶过来 撑并床上的大骨马上就要苏醒 原来吉田并不相信麦子的解释 并且还将特效剂用在了大骨身上 尽管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五十 但吉田还是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心 而得知这件事的麦子 便决定找机会将大骨灭口 可毕竟医院戒备森严 旁人根本没有办法靠近 葛二旦在了解完情况后 便只身来到医院附近台底 发现在白天的时候里面只有一个护士 如果能想办法把守卫置开 那就能悄无声息的将大骨杀掉 在一番了解后 葛二旦发现守卫何东非常喜欢赌钱 于是便向麦子借了两百块钱 为了不引起何东的怀疑 葛二旦先是将钱全部输给他 还没等何东把钱捂入 葛二旦不仅将之前的全部赢了回来 而且还让何东道歉三百块钱 有了筹码的葛二旦 当即就让何东答应自己一个要求 那就是帮忙引荐一下你护士 眼看到了这个地步 何东也只能勉强答应 于是在当天下午 葛二旦便趁着何东带着护士离开的时间 悄悄潜伏进了医院 可就当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却发现大骨早已没了气息